一个颜值朝长待机稳定的美女居然能在短时间内判若两人 仿佛换了个头换了个脸色的 老实说着实惊讶到我了 看看这几张整容女神的最新照 变化大到压根看不出是谁的程度吧 自拍剧照都非常离谱 报社无常的一张脸加上整齐到诡异的超高发际线 整个人已经不是讨论颜值和状态如何的程度了 而是压根猜不出是谁 如果说精修图和自拍照 可能是修图师傅下手狠了点的话 可视频里的动图也没有比静态图好一点 新剧预告里的几个镜头 视觉效果上有种医疗事故的feel 脸上没有一顶点肉 大肠脸颊苹果肌 加锥子下巴塞满了整个屏幕 外形而言实在没有办法闭眼说OK 说起来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这个遭遇颜值崩塌危机的女演员 竟然是朴米盈爱 瞅瞅和上面这些照片里的是不是一个人 是什么刺激让一个出道16年 一直美美的女演员突然变成这样 虽然被吐槽西路宅眼睛模式化 但韩国电视圈里的八五华里 相信很多观众还是蛮有好感 嫖蜜蜜的 外形甜美潮有CP感 跟时大爱情戏都有火花 演技谈不上好 但也算得上及格线以上 从来没有给观众带过拉眼睛的演出 看他的爱情剧还是蛮羊眼有好壳的 不仅如此 这届还潮自律 出道至今外形一直都在CAP最佳状态 虽然动过脸 但出道16年 颜值没得说 在维持颜值方面也算是在鬼圈留下传说的女明星了 2006年刚出道的时候就很好看 肉的脸蛋配上大大的圆叶下垂叶 是标准甜美呆萌女主角 笑起来朝天 哭起来又楚楚可怜 演了十几年韩剧女主演技不说 外形从没让人失望过 2006年20岁的朴敏英 那时候刚出道 古灵精怪的甜妹 2007年还留着学生妹的志气 还是个很让人意外 2008年到2011年 不管是妆容还是造型 整体成熟了很多 但脸完全没有变过 2013年 没作品出来 带有广告为证 朴敏英脸上稍微瘦了点 淑女气质成型 2014年 也是出道以来 首次挑战短发造型 2015年 这个时候 动的不会到了最自然的阶段 一度被评为最美整容模板 2017年至2018年 这个阶段可真是颜值巅峰期了 甜蜜系玉姐标签文文打捏 2019年33岁的朴敏英状态 被夸一如既往的好 陆日豪感持续上涨中 其实如果仔细看 会发现 她在整个冬的过程中 没有一次追求 离脸搞鼻梁 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基础上 简单的垫了鼻脊线 加缩小鼻翼 立体感有了提升 但又不会让你觉得太过 再加上凸显少女感的苹果肌 和弯弯的笑眼 甜和美在她身上 得到了很好的融合体现 也难怪都说 她是韩国的整容标杆 毕竟这脸一稳定就是十多年 从20家到30家 脸上的婴儿肥褪去了 圆兔兔的少女脸 变成了俐落精致的OL风 但颜值始终如一的漂亮 对得起韩剧女主的设定 这两年 这姐非常劳魔 一步接一步的拍 比20多岁是搞事业 还激情满满 虽然因为对她这几部戏的 男主角不太感冒 所以没追剧 但扫过节眼视频 距离状态还是可以的 2020年的天气好的话 我会去找你 2021年 气象庭的人们 设内恋爱残酷诗篇 连有了岁月的痕迹 但画风和走向都是正常的 还有成熟感的漂亮 结果也没过几个月 到了2022年的新剧 月水惊火木土里 就成了视频开头 提到的样子了 不是故意夸张描述 确实太惊人了是不是 仔细瞅一下 朴明音的新作 并且研究了一下 她在戏里的状态 发现这部剧的问题 居然比她本人的变化还大 难道全是这部戏惹得慌 朴明音最近没有再度 低微不好说 我觉得她自己 应该也不care这个话题 毕竟之前整容力 就大大方方认了 就我个人而言 倒是觉得她这次 不是整出问题了 而是剪出问题了 瘦太狠硬生生 把自己从一个甜蜜性女生 剪成了一个骨头突出的长脸 镜头角度比较好的时候 还是能够看出来 朴明音昔日的影子 特别是她露出 标志性笑容时 熟悉感就回来了 希望有些镜头 还是有get到可爱 但戏里状态 真的非常堪忧 期待值不高 不过有一说一 倒也不至于到 赶磕的地步 去掉那几个 特别可怕的造型角度和镜头 区域部分 也不是不能忍 如果剧情和男搭档 都给力的话 看了短短半分钟 新剧预告 觉得这部剧 可以直接抬走了 而且朴明音的口碑 也很难不被影响 从出道开始 出道十几年来 她录人员一直都不错 一是人脉 前面放的图 大家是有目共睹 二是很会挑剧本 拍的作品 基本每部都是代表作 成军管绯闻 朝鲜时代女扮男装的设定 这在2010年 是很新的题材 当时还获得了 KPS演技大赏 最佳女演员陈浩 城市猎人 青挂台 景文云 金娜娜 身世凄惨 但又很坚强 和复仇男主 展开一段生死之量 2011年 谁还没看过这部剧 六代悬疑色彩的黑恶 有任性浑身充满傻气的网络新闻社 行人记者 被养父母欺养 内心有童年阴影 为了调查新闻真相 会做出各种疯狂 起温的举动 是一个不乐俗套 特点贤明的女主 接秘书为什么那样 这部剧就有点片 浪漫爱情情取句了 在公司 工作了九年后 想申请辞职的秘书 被狂拽哭说的集团副会长 极力挽留了故事 又甜又好笑 可以说是在2018年的夏天 刷屏了 她的私生活 简直不拒选的 真的是神身戳在了 追星女的心巴上 工作上是双伤高百里 生活中是爱追星的战舰 甚至还跟自己的偶像 产生了交集 立刻带了很难不爱 所以不管是警闻员金娜娜 记者参容姓 剑察官李仁娜 王妃盛财景 还是秘书金威笑等等 都能看出设定和类型 基本上没有装的 而且剧情都能让观众 持续追下去 平民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过 不喜欢单一的风格 会想挑战多元化 看剧本的时候 比较看重读完第一夜后 想不想继续看下去 和剧情够不够有趣 这也是为什么 每部剧都能给人惊喜的原因 三世跟合作的男演员 都很有CP感 这个是很难能可贵的 和李敏昊多有负迹象 难怪殷戏神情了 分都分了就不多说了 和齿昌曲真的好配啊 他们俩的互动 在当时真是CP粉的天堂了 剧力剧外都营业的恰当好处 和朴旭俊 这风味感我现在看也咳责了 打琴骂俏的不刻就不礼貌了 这俩多有CP感 就是男方有了女朋友 大家也能等他分手的程度 和金彩玉 世袭过程中头发的摆弄 就像小情侣的日常 都是三十多岁的人了 还互相配合着玩牙手的游戏 金彩玉用手指背 小心翼的给朴敏映擦眼泪 我都快分不清 是拍戏还是花絮了 每次朴敏映快得帅的时候 金彩玉都会不好意思的 用肩膀推她 对视完海低头笑 CP粉本哪能受得了 不得不说 她这CP氛围是真的牛 一圈寒流男神 向来各个都能让观众磕到 但朴敏映又不会去过度炒作CP 毕竟在生活中 只是个爱旅行的低调女生 所以这么会跳剧本 会演戏 又哪泥得了CP干的女演员 所以与其在这部剧里找奇迹 还不如期待 朴敏映的下部作品里 每回来 请不吝点赏